今晚的月色真美 乔律师最近是喜欢日本近代文学呢 还是单纯的欣赏夏姆老师这句话呀 啥 你是随便说说的吗 电视剧亭外正在热播 唐初去看望受伤的丈夫乔绍婷 夜里唐初对天空对乔绍婷说 今晚的月色真美 直男乔绍婷抬头望月 发现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不明白老婆这话的意思 如果是你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还是几天后乔绍婷嘴里念叨这句话 被萧真听到 他让她去查查这句话的意思 不查不知道 一查乔绍婷直接乐开了花 今晚月色真美 就是我爱你的意思 老婆暗戳戳对自己表白了一下 能不开心吗 这堂科到了 话说要不是文字青年 还真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今晚的月色真美 网络流行词 日本的情话 我爱你的文艺说法 源于项目数十的翻译 因为日本人比较含蓄 是不会把我爱你挂在嘴边的 日本人会说月起立 就是月色真美 你学到了吗 可当你听到这句话 你怎么回答才能无懈可击吗 这里有一句 找个小本记下来 风也很温柔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不仅月色美丽 就连风都变得很温柔 你学到了吗